類風濕關節炎是一種自體免疫病 我們身體內有不正常的自體抗體 包括類風濕氏子和抗環關酸抗體 當這些抗體走在身體某一個地方 譬如手指關節以攻擊 就會導致橫膜發炎、筋箭發炎 就會導致類風濕性關節炎 一般的發炎就叫風濕病 有很多人說風濕的就是勞損 我們用得多個關節都一定會有勞損 但類風濕就類似那些風濕病 但不是勞損是因為發炎而導致 所以最簡單的分野就是一個是發炎 一個不是發炎 發炎的病徵就是有紅腫痛炎和有神僵 起床的時候那些關節的僵硬時間超過30分鐘 透過活動之後得到改善 這個就是神僵 還有發炎的最典型的病徵 但反過來不是發炎那種 退化性機械性那種的發炎 不會有紅腫痛炎 亦都不會有那麼長時間的神僵 幾分鐘的神僵 會有的 但就不會去到30分鐘那麼長時間的神僵 第二個分別就是 它們的分佈 它們的分佈會有不同的 類風濕性關節就是兩隻手平衡影響 而且影響就是會長子關節 近端指間關節的影響比較大 但是退化性關節一般的風濕 不一定的 有時會一隻手 有時兩個手 通常影響 末端即是軟端的指間關節比較多 所以如果我們的病人發覺它們有發炎 手指關節發炎的病徵 應該就要早點驗血 因為它有沒有不正常的抗體 從而早點診斷有沒有雷風甚至關節 但如果它的痛楚純粹是退化性的那種 做完異性痛一點的 它沒有紅腫痛滅的 也沒有神僵的情況出現 而且它是慢慢發生的 它不是突然間發射得很厲害的那種 那些就不需要太擔心 那類風濕性關節 也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加碼 叫multi-victorial 跟很多免疫系統病一樣 它都有一個遺傳的傾向 遺傳的傾向 就是令到某些人的體質 是容易受到後端影響而不平衡的 免疫系統不平衡就會導致免疫系統病 所以說除了體質之外 也有很多厚的因素會導致病發 比如受到感染、壓力、吃煙、飲酒 不健康的生活 都是會導致發病的 雷風濕關節炎的發病機制 就是抗體打關節 長期關節分應不受控 就會導致關節侵蝕和變形 這個過程都是一段時間的 如果我們在早期能夠掌握到 在黃金期治療和診斷 就能夠避免之後關節會有永久的損害和變形 黃金期因人而而 可以由三個月到一年都可以 有些人如果惡化得很快 就會很早期就開始有變形和心性 有些人的病情發炎發得不嚴重 沒有那麼惡 這個時間就會長一點 但一般都是一年之內 就需要接受診斷和治療 那個效果就會比較好 雷風濕性關節炎主要的病徵就是滑膜炎和筋炎發炎 如果我們透過幾種不同的方法 去證實它的發炎 就能夠診斷雷風濕不濕關節 第一就是透過臨床的判斷 看看它有沒有滑膜炎 有沒有滑膜的增口 第二就是透過驗血 看看它裡面血液的發炎指數有沒有上升 看看它的血液裡面有沒有不正常的抗體 第三就是透過影像的素描 包括超聲波或是磁力共振 看看裡面有沒有典型的滑膜炎和關節的侵性 透過這三方面的證據 我們就能夠掌握到它有沒有典型的風濕關節的表現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能夠做到進口的診斷